市長 我們早上有一個新的消息 可以幫我們回應一下 大家小心 好 大家小心 財新金董事長吳東亮出席公開活動 針對新興病話題 面帶微笑不多做回應 但10月9號臨時股東會即將來臨 星光金大股東林博翰 7號早上卻拿出完整錄音檔 指控吳東亮彭雪芬夫婦 違背金金分離原則 我們這幾家公司加起來的股份 應該可以派司機董事 實際上我講的大家就是說 星光十月的這邊也有代表參加 林博翰搶在領股會之前曝光證據 還特別委任專業第三方鑑定機構背書 就是要讓社會評判 他到底有沒有冤枉 台新金董作吳東亮 還呼籲金管會應該要調整收購原則 禁止少數股東用委託書 進入董事會或改變經營權 所以金管會應該要正視 這個所謂金金不分離的這個問題 這不容狡辯 也不是我含血噴人 理論上 你要能博士說這些東西是假的 領股會前哨戰開打據市場傳聞 贊成新興病的票數包含 吳東亮 洪士奇等人 加上委託書和外資 股權就已經過半 而反對派目前責不到三成 另外還有持股0.5%的保家集團 以及新光三月南部鋼鐵人 就會是當天的關鍵角色 過去新光三月的吳家兄弟呢 其實跟吳東進之間呢 彼此有所謂的 經營權上面的一個對抗的一個關係 所以就目前來觀察的話 新光三月 投票給吳東亮的機率會非常非常的高 市場也預測若是贊成 和反對的票數越接近 金管會在準博時也會更加謹慎保守 現在距離世紀金控併購案 只剩倒數計時 也讓各界更加關注 東三財政台北報導 前面會均離世紀金上 泳政線